幼儿园小朋友随着轻快的歌曲 《卖力演出》为活动暖场 随后由青龙和企业厂商代表 共同启动传统古早味的爆米香机器 宣告新品正式上市 由我们的舞蹈单位 我们的农粮鼠 还有我们的赶羊场 如果我们的契合 我们跟大人物 还有所说的这些大豆联盟 做了一个结合 那有了这个结合 才有我们今天 在这位看到的这些产品 感谢嘉丽大学 还有农粮署 农委会 整个各个单位 跟民间一起来整合 不断的从研发 一直到行销 这样的整合是非常的不容易 重点 我们还能够结合国际的大品牌 国产的大豆的一个特色 其实它就是新鲜 然后它是飞机感 然后再是一个它是低碳 食物旅程的一个农产品 嘉与大学团队 与台南区农业改良厂 历经9年时间 可以出耐旱节水稻米新品种 加大台南1号 加大台南2号 及加大台南诺3号 同时结合民间业者 制成多样化特色的加工产品 为产观学跨界合作 展开全新样貌 我刚刚也请教了那个研究生 它这个米的节水量 可以节省到30% 尤其是在现在 这个气候不稳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品种适合来推广 跟我们这个嘉与大学的 这个米来做合作 希望能够把台湾的好农产 经由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职人的手 把它推广出去 现场除了展示各式各样的 节水大豆米粮新品 为强化嘉义在地元素异效 还选用来自阿里山的柳山 作为新商品的展示架 嘉义市长黄敏慧 邀请大家一同来加长鲜 并支持国产杂粮产品 新航亚太电视 张青中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